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的夫人张淑芬今天受邀演讲 虽然不像张忠谋直接批评马政府 但他在520这一天似乎也是有感而发 只说执政者应该要听听民意而不是一味的执行政策 而他在演讲的时候也偶尔搬出和张忠谋的日常对话 为现场增添不少趣味 要跟他吵架的时候他呼呼大碎了 那你生气怎么办 有时候把他踢一踢 用夫妻吵架增添现场气氛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的夫人张淑芬受邀演讲 谈自我成长 也谈到他跟张忠谋的趣味对话 只是张忠谋竟然因为不满政所税 日前在演讲场合炮轰马政府 尽管张淑芬说平常在家不会谈这些 但也只说政府应该倾听民意 走入人间深处一点 看透远一点 看民心的需要 而不是只是要做一些该做的政策 由店长带动物价加上证所税纷扰等等 张楚芬认为大家其实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政策 所带来的负担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心里的恐慌 我先生不是政治人物 那你急你也没办法做什么 那我们只有遵守他们的决策 不像张忠谋一样撞炮抨击 张淑芬以同理心为婉表达 希望能在520这天能为在场听他演讲的民众 拒绝政治纷扰 东森才记新闻 李平陈文堂 台北报导